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2018年全民共振项目的三个战略目标 现在中国经济整体下滑即将出现经济崩盘的局面 老百姓怨声载道 而习近平当局还在大搞选择性的反腐和扫黑除恶 造成了整个干部队伍军心动摇 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阶层人人自危 再加上习近平公然的他要修宪 企图成为终身制的独裁者 引起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反对和厌恶 这个时候我们接受88位民运前辈维权领袖 著名公知和体制内有识知识的委托 成立全民共振平台 协调各个阶层的抗争可以说是顺天应人 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 平台推出以后引起了各方的反响 很多民运和维权人士纷纷表示愿意参与行动 并且在国内大力传播今年五一行动的信息 我们将陆续推出一系列行动建议和策略研讨 供所有的朋友参考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 关于全民共振平台五一上街的战略思考 以及中共维稳阵营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 让所有有心参与反抗的朋友 都对这个战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大家才能够根据自己的处境和条件 做出相应的行动规划 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实力 同时呢 有效的消耗中共的维稳力量 2018年五一共振行动 有高中低三个战略目标 最高的战略目标当然是要竭尽全力 协调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抗争群体 在5月1号的这一天呢 共同聚会在省会城市的火车站 或者中心广场 一起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抗议 如果在全国有3至5个以上的城市 成功的聚集数万人 那么民间的有志知识和他们的团队 就一定会及时的介入 一些体制内有实权的官员 也一定会有大动作的撤印 那这次五一大聚集 那就会成为中国民主转型的首役之战 这个战略目标是否能够达成 主要取决于抗争阵营和政权之间 他投入的资源多少和博弈策略的优劣 抗争阵营现在人数多 而且事发之前多数是在暗处 让维稳阵营防不胜防 我们这个平台的信息传播的越广 抗争阵营这一次聚集的人数就会越多 我们的胜算就越大 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有不少的网友 和民运维权人士 加入我们的传播平台信息的行列 国内也有许多朋友 正在向身边的亲朋好友传播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与我们一起战斗 我们的目标是推翻专制 我们的方法是建议所有的有反抗意愿的人和群体 大家都调到同一个频率上来 所有的抗争行动汇聚到同一个时间和少数地点 实现同步共振 发出最大力量 我们并不是要动员那些没有抗争意愿的人参与 我们只是想让那些正在策划和行动的抗争者 调整他们自己的抗争的频率 使得很多的抗争群体能够在同一个时间 中间上面一致实现抗争同步化 分散的力量得到集中 就如同把大量的鞭炮聚集在一起 鞭炮就变成了炸药 这样我们就可以摧毁专制大厦 我们的任务不是鼓动而是协调 对于那些没有抗争意愿的人 这个平台绝对不会鼓动你们去反抗 对于那些自己没有反抗意志 还要对别人的反抗提出质疑和反对的人 我们也不会费心去反驳 你们的言行本身就已经相当的说明问题了 还需要我们来反驳吗 对于那些已经决定要抗争的人 我们也不需要鼓动我们只是提出让所有的抗争 互相呼应互相支持的办法 让抗争更加有力度更加有效果 中共当然不会任由民间力量聚集 他们一定会采取措施 我们的宣传力度越大覆盖的人群越广 他们阻止预防的措施就会越多 如果我们宣传的覆盖面大于他们拦截的范围 那么就会有一部分人成功上街 在这个维稳的大坝上面冲开一个缺口 那么其他地区的力量就会蜂拥而上 维稳体系就会崩溃 如果他们拦截的范围大于我们宣传的覆盖面 那么大家就不能够成功的冲开一个缺口 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个退场的机制 保存实力 下次再来 5月1号过了 不行 还有7月1号 7月1号之后还有10月1号 这都是很好的上街的日子 在4月中旬呢 我们就会公布详细的退场方案 为大家在力量不足的时候 安全退场 提供一些系统的参考意见 第二个战略目标呢 就是消耗维稳资源 要了解维稳体系它运作有个规律 只要我们进攻 它就得防御 它们敢不防御吗 当然不敢 它们敢冒这个风险 不设防 让所有的对它们不满的人群 在5月1号聚集到火车站 省城的火车站和广场吗 当然不敢 因为它们不防御 我们就真的上街了 如果它们采取防御 就会消耗资源 那民间抗争的动力 是不满和怨气 维稳体系运作的动力 它是资源 资源总是有枯竭的时候 而这个不满和怨气 它是一步一步的在增长 尤其是经济下滑的情况下 我们宣传覆盖的这个范围越大 它们所要动用的资源就越多 所以希望大家全力传播 尽力的消耗维稳资源 当抗争的这个冲击力 超过维稳体系防御能力的时候 中共的统治它就会破局 所以只要我们不断的消耗它们 就会增加他们这个垮台的速度 我们宣传覆盖范围 如果达到一百万人 他们就至少要动用两百万人来阻拦 我们如果宣传范围覆盖到一千万人 他们就要调动全部的警力 那么如何安全有效的传播平台的信息呢 第一 我们是可以向本地那些群体一些事件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去传播 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群体 我们传播给一个人 实际上就是传播给他们那一群人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传播方法 第二个呢 是要传播给自己身边的人 亲朋好友 以及信得过的同学同事 有意无意之间呢 让他们知道这个平台的方案和信息 让他们去探讨去围观的这个计划 这就是最安全的方法 您在体制内大搞清洗 中共官员人人自危的 人心惶惶 最希望中共垮台的 不是我们老百姓 而是那些啊 这个自己的身家性命受到威胁的中共官员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很多官员会千方百计的 为民间抗争制造攻坚 增加民间抗争的胜率 所以我们要用各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向他们传播平台的信息 尤其是要把我们制作的 专门针对军警和干部的信息 传播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民众抗争的意愿和决心 也就能鼓舞这些体制内人 抗争的勇气和决心 要时候体制内外互相配合 专制制度就会垮台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传播 是行动 期待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第三个战略目标 就是凝聚街头革命的共识 促使民主团队形成自我培训 到时候抗争者 从四面八方会往省城 随着五一旅游的人群 来到火车站或者是中心广场 在大家约定的时间 做出同样的动作 发出同样的声音 如果是人多事众 那么我们就会往前走一步 正式的形成队伍 启动街头革命 如果第一次聚集人数不多 力量不够 那么就当做一次围观 一次快散行动 我们的人 我们这些参与者就会夹杂在众多的旅行的人群当中 迅速的安全的退场 一个民主团队 首先要能够安全的传播抗争的信息 其次呢 我们要为未来的行动进行周密的准备 第三是到时候在现场 要准确的判断形式 做出决策 第四是要做出各种预案 该进的时候如何进 该退的时候如何退 所有的这些工作 是一个政治团队 必须的自我培训 通过这种自我培训 团队的操作能力 就会大为提高 即使是中共竭尽全力 把五一共争给阻拦了 但是我们的团队 已经完成了一次升级 我们的实力得到了提升 我们为下一次的聚集 下一次的抗争 积累了经验 五一不行 七一再来 七一不行 十一再来 专制破局 就在今年 我们只要实现团队的自我培训 和提高实力 就会为实现第二个战略目标 奠定基础 那就可以消耗维稳资源 就可以寻求破局的机遇 我们不断地消耗这个维稳资源 不断地寻求破局的机遇 那么这个千疮百孔的 习近平政权 就会在全民共振中倒塌 所以期待有实之士 跟我们一起推动这个平台的运作 一起推动民主革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